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就是 在Google地球裡面 你怎麼去做所謂的這個 Movie Maker 我們剛剛不是有做過嘛 但是那個是 直接拿現成的去做嘛 對不對 那個導覽 那如果你要自己做怎麼辦 這個功能 在我們Google地球裡面叫做導覽 來我先找 你看這裡 我找我那個5月28的 這個景點 大家做參考 我想要做這個動畫 從這邊到這裡到這裡 再到這邊 那 怎麼做 我們要的就是上面這裡有一個叫導覽的功能 你看我們剛剛已經介紹前面四個 有沒有看到後面這裡 這個 這叫導覽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呢 你會發現 在這邊 下面 下面這裡 有多一個東西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 錄影 對對對 還有麥克風 所以如果老師你要做 直接做講解 是不是也可以 錄影 也就是說 我今天我不要做後製嘛 當做上課一樣 邊講邊操作 我就邊錄影 就錄完了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 這種方式呢 他的缺點 就是 你今天 來我把這個 時間 日光 我先關起來 歷史 看一下 這裡打開 然後 他應該還有另外一個 有另外一個 就是 你可以這樣子直接操作 直接錄 但是因為 老是用這個方式的話 等於 我中間 我是會有一些操作的過程 就會被錄到 所以通常我會比較建議大家 你可以 直接 純 就是 直接指定你的那個路徑 這樣會比較快 給大家看一下這段影片 來看一下 這個 好你看喔 這個 我先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用 還是來 請說 全螢幕 喔你要全螢幕喔 這個還好 很短 哈哈哈 音樂就自己配嘛 音樂就自己配嘛 音樂就後製了嗎 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這個標題字也是後製的啊 就跟剛剛 老師有提到那個一樣嘛 你要加年份 是不是也可以後製 對對對 但是重點是影片 影片是用 Google 20做的 好 那 你這裡呢 來來來 我這裡 也有提供KMZ的檔案 所以如果你想試看看這兩個 你也可以直接下載 那我剛剛特別提到就是 製作動畫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就像我們剛剛這樣子 進入導覽之後 我就直接用滑鼠鍵盤 直接做即時的導覽錄音啊 這樣就好 但是這樣的缺點就是 我剛剛提到的 有可能你中間會有操作錯誤啦 或定位 不是很那麼準 所以我會 會比較建議大家 你可以的話是 把你已經做好的 存層所謂的游覽 那所謂的存層游覽 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剛剛大家有用過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有 自動產生那個環繞路徑的 有沒有一個叫PlayMe 這個啊 你看 它這個東西其實你如果滑鼠滑過去 它這個 其實就是所謂的游覽 有沒有感覺到這個圖示不一樣 就是我把你的路徑 中間經過的點 我都幫你怎麼樣 記錄起來 那 待我導覽的時候呢 我就照這個方式直接跳就好了 這樣是相對會比較快 好相對會比較快 這個是 我比較 鼓勵大家的方式 那所以呢 你可以把你的MovieMaker MovieMaker 先把它打開 好先把它打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裡 建立景點 來我看這個沒問題了 等一下 建立游覽 來 你從這邊 抱歉 你先從這邊新增裡面有一個叫游覽 有沒有 新增裡面有一個叫游覽 來看一下 我們從新增 新增 新增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叫游覽 好 按了 等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我好像少看到一個資訊呢 那 您看一下 我先回到剛剛這邊 我的這個 這個 這一天的 多多 我先打開 那一天你的行程 對對對 這是我的行程 我的行程 假設我要做這個 那我就 我的 等於說我先把我要介紹的景點 我都先 是不是先儲存起來 對不對 有沒有 我已經都已經定位好了嘛 好那我就 從這個 民宿 我想要從這裡開始 我就點兩下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按錄影 OK 從民宿這邊 然後呢 我就走 對不對 然後到這裡來 有沒有 他中間會自動幫你做移動 動畫是不是就出來了 我現在是有在錄影的喔 他會把我這個過程 就把它錄下來 到花蓮站了 然後再回花蓮站 好然後再到這個地方 又切過去 那這中間的這個過程 他就幫我記錄下來 好再回到台北 所以這個 這個過程是你用花蓮站去點的 那個標誌 就是他會自動幫你移動 對對對 好你看我這樣記錄起來 把景點都點出來 對對對 你一定要先把那個景點先記錄起來 你千萬不要 透過這樣一個一個搜尋 就是錄影的過程在搜尋 這樣子就更慢 那是不是就錄起來了 對啊對啊 可是你 你如果這樣搜尋的過程 是不是會有一些 其他的資訊就跑出來 對不對 這樣反而 就是錄的比較不順 這是第二種方法 對對對 這是我講的第二種方法 也就是說你一定要先把你要 經過的點 先把它怎麼樣 先存成 就是我們的那個 景點 你就變成這個圖釘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先有地標就對了 對對對 一定要先有地標 好 那你看我現在已經錄好了 對不對 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儲存 這裡 我就可以把這個 紀錄儲存起來 所以你知道我們剛剛用那個產生器 他幫我們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對 你看我把它存起來 我的動畫總共41秒 然後呢 你看 存起來有沒有變成一個 遊覽 好那我就給他一個名稱 0528 花蓮的行程 OK 來我就儲存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左手邊 確實有增加一個這個圖釘出來的 對不對 這裡 所以老師你可以先試看看 你看你要跑遠一點 跑近一點都沒關係 可是他會幫你把這個過程 就錄製下來 但他現在的錄製 並不是真正變成一段影片 而是只有那個路徑 只有路徑而已 所以你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 那個 23.5度那個環繞 下載的時候是什麼格式 是不是KML 對啊 他是一個文字檔 他只記錄坐標而已 這樣你了解嗎 好那你看喔 我現在就可以 找到我們上面這邊 記得這邊要關掉喔 就是如果你錄完了 請把 這個 導覽要先關掉 就是你已經儲存好了 對不對 你關掉之後 我們的工具裡面 MovieMaker 這個還可以按喔 如果你沒有關掉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有講 你沒有關掉是不是現在打開 可是這裡會不能開喔 有沒有發現差別了 好所以一定要請你先把它關定 好關閉了 你的MovieMaker 叫出來 你看 有沒有回到我們剛剛的方式 ㄟ 我就 直接錄製什麼 已經儲存的油欄 是不是選到我剛剛那個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輸出了 所以您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就可以把 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把他怎麼樣 變成影片直接存起來 那你的這個過程就會留下來 一樣的 這個檔案如果你想要把它拿到網頁上行不行 是不是也可以 如果你想把這個檔案 直接丟到網路上 請你找這個地方 在這邊 點到他 我們剛剛有一個那個 不見了 往下 糟糕 這樣被我那個擋住了 好 這裡 在這裡 好所以如果你這個要拿出來 請你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把位置定存 你看 導覽一樣可以儲存 另存 有沒有又是KME 是不是可以拿到我們的Web版上就可以用了 所以你可以在Google地圖裡面用 Google地球裡面用 也可以在 他的Web版裡面 直接使用 都沒有問題 好所以你找到這個地方 找到這裡 就把它做一個按右鍵 另存為 它就變成一個檔案 所以其實我們 交換資料 您看我們今天只用的就是KMZ KML 好如果您有 剛剛講的 我有制定比如說台北的 花蓮的 我可能要用自己的照片 自己的影片 當作是他的說明 或是他的圖標 那我就會存成什麼 KMZ 這樣的壓縮格式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你的資料就會帶在裡面 如果你是直接存成KMZ 它就很單純 只有那個景點的位置而已 還有你的比如說這個環繞的 或者是 剛剛的路徑的那個路線過程 它就不包含任何 非文字性的資料在裡面 這樣OK嗎 所以 MovieMaker其實是 把KM 就是這些 目標 這些過程 記錄下來的一個 就是 它在呈現的過程的時候 把它轉換成 影片的工具 這樣子 對對對 其實 你看我們這些路徑 如果不匯出 它就是一個畫面 可是 所謂的MovieMaker 基本上就是 把這個動畫 你原本在Google地球動畫 變成一個影片 對 但是老師你留意一下 你要 匯出的時候 我們剛剛在這邊做匯出的時候 請問你 畫面上 你有沒有感覺我現在畫面已經變比較乾淨了 我們剛剛不是把一些東西關掉嗎 對不對 這裡 左下角這邊不是有一個塗層的資訊 地理資訊碼關掉嗎 這樣你得到的畫面會比較乾淨 那相對如果你要比較複雜的 有些 像我們剛剛有 雲圖啊 你不要或者3D建築你要保留 你就自己再把它留下來 這樣就OK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Google地球 大概就是這樣使用而已 嗯